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其实水气量是持续在减少当中 所以下一周整体上来讲 晴天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午后震雨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但是东半部的迎风面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都还是有些短暂震雨 那要留意到的是下一个周末 又有另外一波的凉空气要进来 我说凉空气因为 这一波的温度降幅并不多 但是还是比较偏东北风进来 所以在高温的部分 会感受到有一些些的下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星期二 也就是明天天气状况上面 各地一样白天晴朗 多云稻晴 中午过后又开始会有一些的雷云发展 尤其在南部 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迎风面 因为这几天都还是吹着 比较偏东南风进来 迎风面都还是有些的震雨出现 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当中 北部地区相对是处于被封测 因此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一些 星期三星期四接下来之后 天气状况主要要留意的就是 整体上水气逐渐在减少 因此降雨的时序会逐渐的在缩短 但是东半部一样持续是迎风面 那主要在中午过后 还是有些的震雨 另外在中南部剩下山区 还有一些的零星午后震雨出现 因此如果你星期三星期四 还有安排往山里走的话 同样要注意在午后的天气 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到了星期五之后 要注意到的就是 北方有一道的封面会逐渐的接近 但是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不过会带进来一些偏凉的东北风 那在北部地区 因此天气会有一些些的变化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在高温的部分也会稍微的下滑 星期三星期四 北部的高温大约在34度左右 但是到了星期五之后 高温就降到大概剩下32度 那温度的降幅呢 你还是感觉得出来还没有进入到秋冬 但是整体上会比星期二星期三 这段时间感受更舒适一些 那我们在看完了整个的预报之后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在今年中午过后呢 同样这个水汽移入的关系 午后的对流热力作用发展之下 包含了在北部的山区 中部山区以及南台湾 都还是有大片的这样的对流云系发展 那整体上呢 有的时候短时强降雨 大家就要特别留意 雷云发展起来很快速的 下了大概十几毫米的降雨 那有的时候排水并不快 所以会造成局部的积淹水 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降雨形态 今天明天都有 接下来呢 整体上降雨的情况 会逐渐再趋缓一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接下来注意到 星期二这一整天的降雨时序上面 星期二凌晨到白天这段时间呢 都大致上都还算是晴朗 星期二的白天主要是在中午过后 同样在山区的部分 有一些午后的阵雨发展 靠近东半部地区 也会有一些的零星阵雨出现 星期二的深夜到星期三的这一段时间呢 主要呢 就是在恒春半岛 还有东半部的沿海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主要偏着 不要偏东风进来 那还要留意的就是背风测 包含了在北部地区 空气品质在星期二的时候 还是出现了橘色提醒 敏感族群外出一定要多加留意 另外在马祖 同样也是出现了橘色提醒 西半部地区留意的呢 就是下半天 因为呢 中午过后 这个光化学作用之下 容易还是会有一些的污染物囤积 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的空气品质 不佳的情形出现 那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接下来天气状况上面 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 现在在日本的南侧 因此呢 台湾附近呢 是吹着比较偏东风到东南风进来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带来的就是东半部地区 以及午后 容易会有一些的零星短暂震雨 整体上大致上天气是属于舒适 而且稳定的天气形态 各地呢 都有阳光露脸 因为呢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一直持续影响到星期四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刚刚讲到 北方会有一道封面深层 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靠近大陆的 长白山附近的 这一段区块呢 开始有一个比较偏北的高压 开始逐渐往日本的方向 要逐渐移动 那这一波冷空气 不会直接的往台湾刮下来 但是它整个的 大的风向环境场 就会比较偏东北风进来 因此刚刚讲到 在北台湾呢 温度就会下滑 一些高温的部分 大约掉到32度左右 那城间的温度呢 大约还是有在24 25度左右 那至少呢 你晚上还是可以不用开冷气 相对是比较舒适一些 那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到 在各地的详细预测 北部地区在明天的高温呢 大约是在32到34度左右 主要呢 在大台北地区 午后还是有一些零星震雨 靠近山区容易发展 中部地区在高温的部分 在32到33度 天气晴朗 南台湾在明天的高温呢 则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 同样在午后 容易会有一些的震雨 或是雷雨发展 屏东地区也要多加留意 东半部地区 天气大致晴朗 高温在31到32度 那午后呢 沿海地区 还是有些零星震雨的机会 而在外岛地区 马祖高温在30度 金门跟澎湖在31到32度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上面 我们带大家看到 主要呢 在北部地区 星期三之后 转回偏午后 零星震雨的天气形态 南台湾同样也是 午后的局部震雨 中部地区大致晴朗 而到了下个周末 要注意到的就是 北部地区 以及东半部的阴风面 会有一些的温度小幅度下滑 东半部地区 有些零星短暂震雨 外在外岛地区 我们注意到呢 主要受到封面的影响 马祖从星期四之后 天气状况相对比较不稳 澎湖则是有些 午后的短暂震雨 小叮铃提醒大家 还是一样两件事情 注意在山区 明天还是有些零星的午后震雨 往山区行车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呢 北部地区 还是被封测 空气秉直 稍微差一些敏感族群 记得还是戴个口罩防护 我是陈志根 我要回来请您 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